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好了, 到掌舖和VS Media聯合主辦的網上書展 我們邀請到角路的作者來分享他們的新書 今天我很榮幸請到我很早已經拜讀過他的blog 就是寫雙手雖然小 文字很優美很勢力 但即場上也很成功 他做過商會的行政總裁 又參與過一些初創融資平台的核心團隊 去到近年他就創立了他自己的公關公司 姚身一邊就做了一個創業者 歡迎你, Liana, 謝謝你 Hello, Hello, Cici 另外兩位都是Liana的友好 以及曾經在她的筆下去介紹 以及寫過他們的故事的一些其他的創業者 分別就是Akiff和Laura,歡迎你們 Hello Hello 雖然我看過你的序,Liana 我也很想親自再聽你講一下 其實當初為什麼想寫《積女》這本書呢? 其實這本就是我自己第三本關於初業的書 第一本書就是2008年寫的 那我想寫的就是當時還叫做web2.0的一些founders 那時候寫的那幫人都是一些比較年輕一些 還有在做一樣的當時不是很主流的東西 而第二本書就寫一些 在2015年寫一些所謂很disruptive的applications 或者是一些startup Kiff就在第二本書都有提及過 他寫完了第二本書之後 我就一直都很想寫第三本書 是很focus說創業或者職場的女生的 原因就是本身創業的人已經是少數 我經常有個比喻就是 可能10個人裡面只有一個是創業的 而在創業的人裡面 女生是再少一些那個 就是10個創業的人裡面只有一個 是女生的founder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本書 是關於女生的創業家 就好像完成了一個三部曲 就是有一些年輕人 然後到一些比較disruptive的startup 然後去到一班就是她是另外一種身份的創業家 所以就草草埋埋埋就寫了第三本書了 明白 帶來 因為我很想好奇知道那個書名 《職女起子打一份工》 那為什麼用了職女這個term 而不是可能我們一般認知的創業者 又或者是其他的字眼呢 名字就是編輯袋的 其實是有一點點市場考慮的 因為好像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只是說女生創業家 市場上實在太少了 而我們這次在本書裡面選的文章裡面 其實都大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蝙蝠 就不只是說創業的 有一半的蝙蝠可能都是說 在職場上面女生會遇到的挑戰 所以呢 編輯就為了這個市場考慮 還有都希望reach 到更加多的朋友 就用了職女這個名字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編輯也是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這本書的名字是很吸引的 而且很搶眼 譬如在成品都會有見過 那我想問一下Laura和Keef 其實你們是怎樣認識Liona的 我們可以聊聊天的 Liona就厲害了 她是首先to begin with 她是我的 我現在認識你了Laura 我看你記不記得那一半 糟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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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說吧 我的最有印象就是 那時候你做商會的時候 我們一起搞一些商會的頒獎禮 是啊 我有沒有記錯啊 對啊 對啊 其實Laura說起這件事呢 就是剛剛Micky問一下 當我搶了Keef的麥克風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商會 就搞了一個 叫做一個regional的比賽 所以我們就要找一個司儀 她在Gluren講到 中、廣東話、英文和普通話 我們當時我就選了 我們還沒認識Laura的時候 就選了她的agency 給我們一些名單 我就選了Laura 去到真的那個比賽當天 我看到Laura做司儀 因為我坐很前的 我就看著她做 很明顯她是一個非一般的司儀 因為她不是製造局的 她有很多臨場的應典 而且她很Smart 我覺得我看人是不是Smart 我也有一點點眼光的 所以我就很快就交換了卡片 謝謝 謝謝 所以之後就有一點合作 還有我們一起參加一個 這個當時曾經很Hit的 Ice Bucket Challenge Ice Bucket 是啊 冰桶那個 沒錯 這樣講回其實我又會有個留言 或者有個印象 就是Leona寫的一些人物 其實她寫的時候 大家未必很多人已經認識了 但是通常往往過幾年之後 就會看到那個受訪者 就會越來越多傳媒關注她 甚至乎好像Keef那樣 現在簡直是變成一個Listed Company CEO了 Keef 你那時候怎樣認識Leona 那時候 但回到你的點子 我經常跟Leona說 她應該做一個Angel Investor 因為她是一個Unicorn的Picker 她寫的那些人都可以的 她是很早期的發掘 我經常都說 Leona如果你買了一些股份 人家開始已經發達了 現在 真的太不懂得做了 你寫作單門了的VC 沒錯 是的 但是Leona是第一個寫我的人 那時候我是真的 一條人在Cyber Point有個Office 突然間有人說想寫我 然後 之後 很多人在Leona 當然那些高層見到 就很開心 所以 從那裡就雪球到現在 今天 所以我是很感激 Leona是第一個寫我的 我也很感激 所有一開始 一開始一開始 我全部都記得了 尹茲智也有 謝謝 我也是因為Leona 所以認識你的 謝謝 因為那時候 其實都是跟商會有關 因為Keef也是參加那個比賽 我也是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每一個上台Pitch的Founder 我都會看到尾 其實通常都很悶的 老老實實 但是我很記得Keef 他一結束他的Pitch 我覺得很聰明 我也是 好像認識Laura 就主動跟他交換卡片 其實我想那時候 我都幾 我都幾疼突的 就是走去Approach 但是 幸好Keef也是很開放的 所以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了 我是很有印象 你的Present Keef 因為我也是聽過很多的Pitch 然後 然後 又英俊 英文又好聽 又講得清楚 哈哈 我是很有印象的 對 謝謝 謝謝 那其實 譬如我們可以選一些故事出來講一下 那Leona 譬如在你的書那裡 其實 你當時是怎樣去挑選 譬如現在主角始終都是職女起子打一份工 你是怎樣選擇現在的受訪者 這次有 其實我沒有很系統地做的 我想Laura和Keef 尤其是Keef 因為我很多時候有時候寫文 其實她是幫我看很多 她有些想法 或者寫了一些東西 她是先賭位快的朋友來的 其實我自己寫這些人 有些少許藝術家脾氣的 我都不是很系統的 我有時候真的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可能會看到一些朋友 然後很多時候其實是先聊天 然後我記得一些的片段 可能之後適合題材的時候就寫回 所以並不是一個好像記者一樣 我已經想了一個題目 然後我就因為這個題目 要去找幾個人出來訪問 我就不是這樣的 是比較隨機和隨性的去寫 嗯嗯嗯嗯 就是順其自然的方式 這個是 是啊 其實是真的 剛剛那個時候 遇到一個很特別的Founder 有些東西可以寫就寫 所以如果剛剛那段時間 遇不到這些 那我就可能會攤動一段時間都未明白 遲一下先這樣 我很喜歡你這個attitude 但是用一種這麼自然的方式去選 然後寫出來 還有就是經過聊天 那個過程之後 雖然那個方式是很隨機很自然的 但是你會不會都歸納到 或者得出一些怎樣的想法呢 跟我們聊了這麼多個受訪者之後 我想你問這個問題 應該就是去到很後期 我們真的決定 將這些故事編成書的時候 就開始想了 就是哪些是適合我們這個主題 要選擇的 哪些是要再補一些資料的所謂 那這個就去到後期才處理 明白 OK 那好吧 不如又講一下 例如剛才說了一點點 你怎麼認識 Lora和Keef 那今天 譬如說你們認識的時候 到現在 譬如Lora也好 Keef也好 是不是那個 你們本身的創業 或者你們本身的business 已經 去了很不同的階段了 已經 可不可以又講一下 譬如阿Keef先 不如 我先 我先 之前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Lora 讚一下她 好啊 Lora剛才都講到 因為其實她很多 她經常都有些idea 都發給我 私底下 好 那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Lora很特別的優點 就是 當然啦 一些成功的創業人成 都被人訪問 但有幾多個人 是reporter 做到friend 那我覺得 Lora的優點就是 個個不是當她reporter 是當她friend 那所以 她的interview 裡面 她會寫到很多 其他人未必會發掘到的東西 還有她friend底 她會願意review多些 那很肯定 那本書一定有 那些人會review 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那 施女後教路 肯定 是啊 那Lora 她寫的那幾位 我都見過 Lora is very good at picking 一些很unique的人 他們有一個unique的view point 未必個個 agree with her 但她會很bought 這個是我的stand point 比如sharing 她的education 那個方針是很bought的 未必個個認同 but she's like You know what? This is how I'm gonna do it Anyway Back to us 但是最神奇 我覺得最神奇 是她沒有一個很系統性 她是真的 是一個 有個radar在腦裡 我覺得她會是 她不是說 我用什麼數據 然後看什麼分析 然後 不是那種很 技術型的 她真的憑感覺 可以選到很好的 那種6th sense 很厲害 我有幾次 Liona會跟我說 我有這個人 然後她的眼睛就會發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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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我相信 她真的有那個觸覺 是很amazing 快點做回VC Liona 或者做回容詞的事情 你被寫作丟不掉 真的沒有 我想我的朋友真的很相信我 好像Keef那些 他真的會跟我說 可能有時候想著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都很肯跟我分享 他是不是很相信我 這件事是對我都很大的鼓勵來的 Keef其實 譬如當時Liona去 最初接觸你 或者去訪問你的時候 就是Coach Base 現在的Business的情況又怎樣 以及你是不是都去了另一個階段 可以說一下 現在我的新公司 Coach Base就賣了 現在我的新公司是Olybix Olybix 星期一開始就在歐洲上市 是一個新的挑戰 但是現在我們做的產品 是一個運動的智能鏡 那那個難度 還有那個Ambition 比之前是大很多很多 但是當然要多謝Liona 她激發了我的career 明白 謝謝 那Laura呢 你平時和Liona是怎樣的 你們當然現在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和她做朋友 和她工作 又有什麼不同的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覺得她是 小友 她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跟她做朋友 出去吃飯 還是我們做事 還是聊一些想法 她沒有說 有些人會有兩個模式 就是 OK 這是我的行業 這是我的私人 她是沒有這件事 總之她就是 她把自己去桌上 我覺得這件事 可能也是她其中一個 那麼多人 會肯 跟她交流 或者交心的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 我經常都覺得她是 香港來講 她是一股清泉 她 她 即是她 你跟她聊天 你會覺得是 好像 她是一個風景 好像在看 哇 有一個風景 進來 你什麼都想說給她聽 我不知道 她那個魔法 就是 她會令你覺得 這個人是 她是抱著一個很興趣 對身邊的事 和人的心態 去跟你相處 所以我覺得 我同意 其實你應該搞個VC 可能是 可能是有些能力的 哈哈 因為你是看得到 就是 看得到真正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她的美性 當然她的文字功力也是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看書的 嗯 她的文字功力也是很好 就是你會看到 嘩 這個人被你寫完之後 好像 好像另一個層級 那樣 也是很美性 是 很多朋友 譬如接受過Leona訪問 都說 你會不經不覺 講很多東西給她聽 就是她就是有這個魔法 我覺得 可能是Laura剛剛講的 就是很舒服 然後你就 就好像跟什麼都會 通心滑細的 都說了給她知道 那 可能我想問 譬如現在出了一本書 你後續 其實會 會有什麼計劃 或者未來你想怎樣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 還有我也想聽聽你對 香港現在那個 無論是中小企也好 或者那些 我們叫做Start Up 那個Ecosystem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停滯了一整年 那你自己又怎麼看呢 兩部分 一個就是寫完本書的後續 其實本書雖然出了 我這個寫作的旅程 是我想停也不能停的 因為繼續保持著 每個星期都是我專欄要寫的 所以我都要保持著自己 要好 所以其實疫情對我來說 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少了很多機會 跟朋友可能catch up一下 聽一下一些故事 這個是差很遠的 這個就是 我就繼續保持法國題材 有時候如果不是在身邊的朋友 或者聽回來的題材 那你就要在書館那裡去找題材 這個就是沒有停的 不是說寫完書的後續都沒有停 那至於剛才敏詩節提到 究竟怎麼看現在的心態 我想其實我沒有一些很 就是很有前瞻性的感覺 我想這段時間我剛剛在準備了些什麼呢 就是也是因為疫情 大家想多了很多上網的時間 其實我這段時間就 跟一些朋友聊天 就說不如我們講一下書吧 就是有些書看完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就做了一次講書的 《Upcoming》會做第二次 就是講《Skin in the Game》 那這本書呢 就是剛才剛剛說 其實我想答案才有問題 就是看《Upcoming》這個環境 《Skin in the Game》 它最後的時候 它講到尾的時候 它就說 其實什麼是真的 really matters呢 就是survival 就是你去到尾 不是什麼神父奇蹟 或者什麼很刁鑽的東西 最終你可不可以survive到呢 就是一個唯一的驗證的真理 我想對於很多現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中小企也好 始終也好 大公司也好 就是盡可能在這個這樣的時機 可以找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方法 明白的 其實我馬上就想到 繼續 我想問Dionna的事情 一定要問你 這個 就是因為你剛剛說到 剛剛我們說到 有一年的混亂 然後現在又 前路又可能越來越不知怎樣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經濟又差 疫境 疫情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散 on and off 於是 Liona你提到survival 而survival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怎麼樣 adip這個環境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是透過網上去做這個 這個聊天 我想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譬如像Liona你這樣去採訪 又或者去跟別人interview 其實透過這樣 就是web from home 透過網絡 透過鏡頭 簡單來說 跟你真的face to face 去跟那個人聊 那個分別當然是很大 但是你覺得可不可以 是一個sustainable的做法呢 OK 剛才你說到首先survival 我覺得待會值得問Keef和Laura 因為這兩位都很厲害 他們在做生意 兩位都經歷過一些很大的關口 我覺得值得 如果有時間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是非常好的故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呢 說真的 我問詩詩 其實現在我們這樣聊天 你說跟面對面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覺得很大的不同 因為面對面始終是有溫度 舉個例子 現在這樣 當我要回答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看著你的 我是看著電腦上面那一點 因為如果我看著那個位置 觀眾看的時候 我就會跌倒了 看了一遍 是的 我們的眼神怎麼擺呢 都要適應了 所以我覺得始終 人和人之間 其實可以坐下來聊 整個交流的闊度可以廣闊很多 嗯 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所以其實一直用一種現在online這樣談 我一直都是覺得是取代品 不是 就是暫時的 我希望可以去回 見到面對面談是會好很多 是的 打了很大的折扣 Kyv和Laura 其實這個一年裏面 疫情也好 社會事件也好 其實對你們有沒有 那個business 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衝擊或者影響 嗯 嗯 我想我先說一下 是的 因為我們是做活動的 就是有好公司 做活動的 媒體聯繫 我自己做很多MC的工作 或者一些培訓的工作 基本上 九成九九的生意都是同 要見人 要一班人聚在一起 要這樣才會有business 所以 這個影響我相信是很大的 嗯 我想到現在這一刻 可能一、二月你問我 我都還會覺得 會不會好像SARS那樣 去到暑假就會好 但是現在其實我自己的心態是 我已經是當它不會好 這樣的計劃 就是我當 會再有機會 是好像以前那樣搞活動的 所以我相信和Leona 剛才那個看法 我想我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以前如果我們是 physical 活動的世界 可能今天這樣是不會發生的 嗯 因為 你會在外國 可能 在不知哪裏 另一個不知在哪裏 然後你知道香港人很忙 他又不行 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香港 不知道 有很多這些事情是 沒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自己就看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公司的好處是 我相信我去到三月已經說 我們不要做夢了 我們不要想著 它會好回來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就這樣去計劃 所以我會相信的就是 它回不回頭 其實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都豁出去了 但是那個應變的方法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有得選擇 你知道嗎 你不能失去幾個月的生命 專業也好 個人也好 你都要 就是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 每一天都是有它的價值 我們不應該再去看回 會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或者 我以後會怎樣 我寧願是今天 我們可以怎樣做好 這樣 當然我也很想看到大家 是啊 但是出來後 又要戴上口罩這樣 就是在旁邊 就算是活動 就算那些人 就是大家 夠膽出來 去看一個活動 都可能戴上口罩 跟著台上高 每一個都戴上口罩 其實都是隔了一陣 那Laura 你那個轉型的方式 又會是怎樣 或者你應變的對策 又是怎樣 我們就很快就由 做Physical Event 變成Virtual 或者做Hybrid 那所有東西都由做 現場的活動 變成Livestream 預錄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叫做Hybrid Event 就是現場有少少人 但是你又可以透過網絡去做多一點 那這個我暫時看到 我覺得其實都很多客人開始受落的 而我做Training 那些 Training 更厲害 最好的生意其實這幾個月是做 做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因為你是沒有這個地方的限制的 每個人都懂得開著 或者Google Meet 就可以做到事情 那你怎樣去完美這件事 不是說你這樣做到 關鍵是你怎樣做好這件事 那我相信這個是我們現在 希望累積的知識 明白的 那聽到Laura你說 Training 我就馬上想移過去問這個Keef 你其實是做Training的嘛 就是你在家裡 你的Product是有個Mira 跟著有個健身教練 那你其實是不是算是 一個儀數是得益於這個 就是疫情 提供這個trend呢? 我絕對有一個得理者 我相信 Business Success很大的部分就是Timing Timing cannot be more impeccable for me 首先 那些Gym全部都沒有沙漏 那導致到很多Gym chain 都想和我們合作 也有很多教練會想上我們的平台 之前未必想上來的 現在就想上來 當然用戶都想賣我們的產品 那另外就是那個market market 剛好前一輪你會記得是大跌的 那大跌呢 就是一些traditional retail的business 可能是hotel啊 Airplane Airline那些business 賣光了這些股份 但是現在又升了 那它要deploy capital 那你看到tech股現在全部on fire 那我們就剛好 這兩個wave 就真的天天無龍 但我猜不到會這樣 完全 嗯嗯 是啊你剛剛說股那裡也是 現在香港最近都有個 就是恆子都有個科技指數 對 你現在看回美國 可能是tesla Facebook Google Apple 全部都升到猛猛身 so we just got really lucky at the right time 但我不是一朝一夕做的事情 可能是 我已經籌備了一年半 才去 剛好遇到market 但是 你如果 crash的時候 我怕不怕怕怕 因為它如果不recover的話 會很影響到我們 上場的事情 嗯嗯嗯 嗯嗯嗯好啊 那Leona又回家回來了 那你本身就是 現在主要 çocuk 就是在 在 radioactive的那裡 我相信 和你有沒有什麼影響啊 那個疫情 那一定要有影響 因為 很多 無論是品牌 станов or 這段時間其實 不會怎麼辦 做什麼宣傳 那麼所以很多事情都倒塌下來 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去看多一堆書 還有翻習一下書 就是保持自己不要太落學於形勢 也是一個逆轉型的一種 是 投資一下自己那個 對 落學多一些東西 其實早一兩個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program叫dbiz 其實那時候是 我以為是有一個會反彈的勢頭在那裡 但是後來就因爲各種的原因 它又沉寂了 然後現在疫情又好像反反覆覆的樣子 的確是可能去到年底 冬天的時候又會變得更厲害 我們還有什麽可以說呢 不要再想一下 那Liona 什麼? 說一些character 說一些人物是不主要的人物 對 可以不可以隨時快一下 就是不用說完的 但是可能 那就是女性的即場上這麼難 其實還有說女性的人 那我我很興趣 因為這個是Liona說是最有江湖地位的 其實因為剛才你在一開始的時候說 你已經想講這個 topic 很久了 主要是講女性的創業者 或者他們的故事 而你一定是有一些看法 或者一些感受 你才會選這個題目出來講 是不是過去被忽視 或者小人去什麼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些他們的character的故事呢? 好 要是講再遠一點 你說為什麼會想多寫一些女性的故事 幾年前我就幫忙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沒有講得那麼明白 總之就是要找一幫founders 拍那張照片 我記得 你知道的 我當時去幫忙做這個line up的時候 我當時唯一的目標就是要找一幫形象好的 有形象又好 有活力 有年輕的founders去拍那張照片 或者做那件事 出來的效果其實沒有人覺得不好 我自己都心裡覺得 哇 真是挺好的 但我一在facebook 分享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有一位professor 現在去了廣大 其實是professor ying chan 我想都不怕說了 他是第一個留言給我的 他說 咦 為什麼這裡整班人都是男人來的 一段時間都很恐怖 是啊 又真是 因為他很進步的 其實professor ying chan 因為他很早就已經在美國打滾 就是在美國主流的傳媒界 他是一個名記者 我覺得他很多事情都很進步 他一提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呀 這個真的是一個issue來的 就是我當時做這件事 我是完全忽略了 就是這個所謂的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比較平衡一點的gender mix 我只是找這班朋友的 或者形象好的 其實正正因為女性的創業者是少的 他們更加需要多一點exposure 而他們更加多exposure 令到後面那些人 不會那麼戰戰兢兢 這個再講多一步 就是 我好像也跟Laura都有share過 或者我跟Keith也有談過這些過人的感受 就是我自己接觸很多founders 創業的人 我真的發覺是有男女的不同的 女生 幾乎每一個自己出來創業的女生 我先不說那幫打工的 做得很厲害的 那類職場上 我們經常講自己做生意的 幾乎我認識的每一個創業的女生 她是搞了很久才夠膽 什麼萬全的準備都做了 根本是非不得已 她只是120%準備 她才敢走那一步 我現在要開公司 我要自稱一個什麼CEO 我要開始做自己 要請人訊息 是很難才鼓起勇氣去做 是很保守的 很戰戰兢兢的 但是男人真的不是這樣 大部分我談的founders 其中有好幾個正常跟我說 很多時候 比如香港 香港很多founders 除了像Keith這種做自己的產品 其實很多founders 可能是vender來的 客人就說 我想要弄個火箭出來 你是不是弄到啊 我談過很多這些founders 他們總之那個客人那一刻都說一定沒有問題 他答應了你 回去插判他 他總之自己會忍 但是這個東西在很多 我相信其實是有一個 男性是比較進取一些的 自信一些的 女性是會保守一些的 會多一些自我懷疑的 這個有很明顯的分別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因為有這種心態 我覺得更加要說多一些 就是他已經踏出了這一步的女性 就是一個好的role model 後面的人不用這麼戰戰兢兢 起碼看到前面有人做到 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所以這個是比較長一點的緣起 就是為什麼想這一個女性 就是有這樣的背景 喂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是的 Mickey 你上一本書 有沒有一個女性的創業者在這本書裡面 我記得是沒有的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其實Liona是突然之間擊中了一個盲點 咦 是啊 你會噴聲 咦 是啊 真的沒有 甚至平時以前在《信報》的時候 每個星期要做 那些都比例上真的很少 但是你平時是意識不到的 是的 你會覺得 咦 不是啊 感覺上差不多 我今天上這個專頁之前 大概猜大家說一下性格 那我就上網找一些資料 那美國就 兩三個資料就說 原來entrepreneur 有四成是女士 雙女 就是從一個demographics去看 age 就通常是40至50是prime age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然後我就想 咦 不是啊 在香港呢 真的好少有40 我相信我們無法遇到40這個比例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之前我也很跟著Liona的blog 或者跟著她的書 她都很認識她會寫女性 其實她第一次問我 我是說關於女性創業 是有一本雜誌去做一個功能 那她就說 我們都會問一下你 你覺得女性和男性創業有什麼分別嗎 那 就不至於那我才會想一下 什麼有分別的嗎 其實我之前是沒有這個認識的 是啊 但是 當你提起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我每次做Event 我看到那個speaker list 我一定看這件事 全部都是男的 我心想 那是女性和女性 那是女性 或者你甚至少找到別人 這件事 我相信是你的一個 seeding 的功力 就是seed 了 至少我的腦袋 我會想 沒錯 創業為什麼這麼少女士 或者有時候有些panel 為什麼全部都是男士 是不是真的沒有一個女士可以做到呢 你這個題目是很重要的工作 其實會是 Lion 你請 我想回應Laura 其實她說得很對 不單是踏出一步是自己創業 或者是做一個panel speaker 有時候你留意一下dynamics 我剛剛早兩天開了個會 有個十多人 也是一些zoom的meeting 大部分參加過meeting的是男人 少不了個女生 其實很明顯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這些dynamics 通常 比如主持人開了球之後 大家一起去brainstorm 很少第一個出聲的是女生 通常說了四五個 才知道有一個女生會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女生是我們經常說 好像香港女生是很女權高漲 其實不是 你看回職場上的表現 其實她們是很怕自己太突出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身邊敏感一點就發覺 很多時候這些開會的setting就是這樣 通常一班人的女生是留得很厚 都不是很好意思去出聲 其實香港的男和女的比例又不是 肯定不會是這麼懸殊 不是這麼誇張 一定不可能這麼誇張 還是會不會我純粹提出一些問題 會不會其實這間公司都有女的co-founder 不過往往被派出來面對公眾的face 多數都不是 所以我們就 譬如Laura你們做很多活動 Liona也是做很多PR 那會不會就是因而接觸的那個接觸都是男性呢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有一個 問題就是為什麼派出來那個不是女性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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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真是很值得探望 You really can't find a female executive to sit on the panel 就是有時候我也會想一下是不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女士的表演的能力是強於男性的 我覺得是強於男性的 就是強於男性的 我選擇分析的 是的 除了Keef之外 就是講的是厲害一點的 真的不知道 很興趣 也有另一個我會想為什麼我會不太清楚 性格的差別 可能因為我由打工年代 我全部老闆 除了一個全部老闆都是女士 全部都是 power you know power position 所以可能我就look up to 他們這個 role model 就覺得上班就應該是這樣 職呂應該是這樣 職呂應該是這樣 做事就應該這樣 我沒有什麼這個想法 但 until 你真是out of the system 然後你再看下去 你就會發覺 也都Liona很多的 article 都會提醒 是啊 會有這樣的issue 其實可能Liona說中了就是保守的字眼 可能已經很接近或者很準確 因為我想回我以前 比如我打工的時候 我第一份工作 我老闆是女人 然後再之前幾份工作的其中一份 都是一間上市公司來的 免得說哪一間 他每一個部份的主管都是女性來的 但是Owner就是男人 當然 那會不會的確 其實香港的職場上 其實很多女士的 都是在管理層的那個什麼 但他可能在一個企業裡邊 他沒有真的跳出來自己創業的比例是少 會不會是這樣 不知道要等Liona發掘一下 我相信應該有的 是啊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 就是她跳出來創業 我想性格也是有關的 還有環境其實不是太favor女性創業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這個未必是一個論斷 不過是一個大家brainstorm一下 譬如說我本書都有寫一個例子的 有一個女生她自己創過業 她是一個學者來的 我就在一個TED Talk上面看過她的share 她自己創過業 然後她就做 基本上她身邊每一個朋友都被她問過 可不可以做她的angel investor 就是她經歷過一個很typical的 很辛苦的fondraising的過程 但是她研究的topic是什麼呢 就是看這個TechCrunch那個 是否有一個 TechCrunch是否有一個比賽 有一個pitch這樣的 是否有一個人 是否有一個人 我忘記了 她就很細心地做了一個研究 她就發現原來 如果是一個女生去present 是一個女生co-founder去present 那些評判或者那些VC 問她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一些negative的問題 就要問你 比如說 你為什麼不讓競爭對手搶了你的生意 就會是這些的 於是那個人就要回答 要很defensive 是不是 但是如果那個present的founder 是個男生的話 VC就不是問這些 VC就說 你怎麼可以搶了隔壁的屎嫂 這個表情就會回答得很aggressive 和很positive 這個研究這個學者 他說單單問題的framing 就已經很容易 因為你怎麼frame問題 就影響了她怎麼回答 而她怎麼回答 就影響了她的觀感 就是她是more defensive 還是她是更加optimistic 而她這個表演 也都會影響了 那個VC最後決定 投不投她 或者投多少錢進去 我想這裡有少少的是一些 你不可以說是一些很大的 一些很structural 但是可能是一種文化上面 一些很settle的一些偏見 我就是這樣說 這個觀點很棒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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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美國有一個competitor 也是做一個智能的流行 他們剛剛給Lululemon 用500 million dollars 去收購了 嗯 我就看到那個創辦人 很多interview 那個創辦人是一個女人 她是Harvard 讀完書之後 做一個professional的ballerina 那個故事最有趣的是 她會pitch很多VC 那些VC自然是一些男人 那些VC就沒有投你 你要加一個 you know second in command 那那個second in command 她就有一個interview 她就說 為什麼那個人 永遠都推薦一個男人 去join我 那她就resist了很久 同時她VC叫她 有一個男人 去join我 no and so i think it just proves that um that 她有誠意 and sexism really exists even in Silicon Valley not just in Hong right and she successful so cultest her 是啊 所以都是back to我們剛才說的 Leona你也是去做VC 壯大的VC 那個女性的比例 其實我真的試過 在一些event裡 就是和一些合作單位 是找了一個 就是all female的一個 就是mimic一個VC 就是全部都是女性的VC去看 那我記得那一次的活動 最後他們選出來 就是所謂得獎者的champion 都是一個女性來的 而事實上 在那一次的活動裏面 那個女性是很outstanding的 而的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也剛好是一個all female的panel 大家都很喜歡她 那就選了 還有現在 剛才剛剛說到Silicon Valley 其實我知道那邊 都已經多了一些 是由一幫女人搞的VC的一些組織 就是說我們想破除這一種的偏見 就是可以幫助更加多的女性的founders 嗯 香港有沒有這些類似的組織呢 就是都是一個community 就是女性的VC 或者女性的entrepreneurs 我想香港的VC都數了很多 那也是 十隻手指數了 謝謝 謝謝 那好吧 因為我們差不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樣 那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事情想問Liona 你覺得香港代表性的VC 是誰 可能有兩三個 那你要買一本書了 如果我們脫離我們現在自己的 因為我跟Keith Lora Mickey 我們是同一個圈子 如果我們脫離自己的圈子 我真的想到一位女人 我覺得她很厲害 但是她很低調 雖然我們說我也認識她 就是Horizon Ventures的周小姐 我覺得她真是厲害 而且她真是其中一個 比如Horizon 我想有點像香港VC來講 一個很神聖的那種地位 因為她選擇都好像買到都中 那我覺得她真是很厲害 嗯嗯 有些什麼女生呢 年輕的呢 你覺得你 有沒有些什麼Gen Z的 可能被你寫光的 你覺得有沒有人好 你自己覺得她很難得呢 Keith 讓我看看 我心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挺刺激的 但是她真的太大了 所以懲罰她 你是不是說最近很 最近很危險的那個 我覺得她真的很厲害 但是 我知道你說誰了 糟了我要猜 哎呀好玩啊 你猜一下 哈哈 米頭說 我們之前聽過的話 哈哈 因為我看她是真人的 我覺得她 她真是 She's got it 我很impressed 她那個 ambition 她很有confidence 在自己 which is 剛才說的Liona 她最缺密是confidence 但是她更confidence 那些男人 好 開名吧 不如 讓Liona可以幫你 去再 寫書 對啊 出書寫她 你是不是在說Noma 嗯 你有沒有說Noma 她不會回答你的 但是她已經回答了你 她已經回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都有一個提示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間 我們到時候 但是最後也要呼籲 各位看的觀眾 就記得去獎鋪的store 就是Boutier的store 就買職女 起自打工這本書 因為你在現在去買的話 就是有親筆簽名的版本 還有呢 根據網友的feedback 其實整個logistics 都很流暢的 那比起可能在其他的store去買 可能會更加划算的 那大家記得去買書支持一下 那再次多謝了 Keith、Laura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Liona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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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